惡劣天氣情況下 連樹枝的破壞力都不可以看少 元朗牛潭的一條高架網絡電線 懷疑因為大風被樹枝扯掉 阻礙一段穿路 攝氏電信公司的工人架起長梯搶收 事件中網行受傷 天文台星期二上午10時發出黃雨警告 下午2時50分發出紅雨 到4時再改發為黃雨 4時半取消黃雨 這一日大嶼山雨勢特別大 有網民上載大嶼山的照片 有的士變成水上的士 水浸半個車輪 亦有塔樹阻塞交通的情況出現